狐猴最大的天敌 狮身狗嘴如同缝合怪 交配方式更是十分奇葩 在自然界中的很多地方 都存在着各种凶猛的劣势动物 其中老虎狮子是人们最常听说的物种 不过这类动物的体型都比较大 拥有着凶残的捕食能力也不难理解 然而在马达加斯加岛上 却生存着这样一种神奇的物种 它们的身体与美洲狮十分相似 因此也有着小美洲狮之称 只不过在身体与猫科动物十分相似的基础上 它们却长着一张与狗类似的嘴巴 如此奇特的长相也被人们看作是缝合怪之类的存在 既然如此 那么这类神奇物种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人们也很难确定它们的身份 因此专家在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观察对比之后 才确定这个神奇的物种叫做马导蒙 虽然它们的体型并不算大 但是在马达加斯加岛这个缺乏大型肉食动物的地方 马导蒙的实力足够让它们拥有一席之地 由于它们长着长长的尾巴 所以能够为其提供很强的平衡能力 再加上马导蒙的四肢强壮有力 让它们拥有了十分灵活的活动能力 即便是在树枝上也能够来具自如 而马达加斯加岛上 还生存着一种名为狐猴的生物 作为灵长类动物的它们 灵活度甚至比不过马导蒙 也正是因为这样 狐猴在面对马导蒙的时候 根本没有办法安全脱身 因此狐猴便成为了马导蒙最喜欢的猎物之一 在它们的食谱中 狐猴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而马导蒙也成为了狐猴除人类以外最大的天敌 作为独居动物的马导蒙 它们的交配方式有多奇葩 无论是任何一个物种 它们都需要通过交配来繁衍后代 马导蒙同样也不例外 只不过它们的交配方式似乎有些奇葩 那么马导蒙在交配时 又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呢 一般情况下 马导蒙都是比较喜欢独居的 只有在交配时才会出现多只聚集在一起的情况 并且马导蒙平时比较喜欢在树上活动 所以它们在交配的时候 会选择在树上进行 马导蒙的身体上有一个能够散发出独特气味的线体 每到发青期时就会散发出独特的味道 来吸引异性进行交配 不过它们并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 所以雄性为了能够获得交配的权利 就不得不通过打斗来决定 然而并不是在打斗中获胜就能够万事大吉了 雌性马导蒙在发青时 会选择一个比较茂盛的大树作为根据地 获胜的雄性便能够获得上树的资格 其他同样想要交配的雄性 只能够遵守规则在树下排队 等到上一只完成交配后 才能够上树开始自己的交配行为 只不过马导蒙交配也是讲究双方自愿的 如果雌性对雄性并不满意 它们也能够随时拒绝交配 并且还会毫不留情地将雄性从树上推下去 这种行为甚至增加了雄性摔死的概率 这样看来 要想成功完成交配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除了奇葩的交配方式之外 马导蒙还有哪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特殊之处呢 自然界中生物种类丰富 其中大部分物种都能通过身体上的特征 来辨别出它们的性别 而马导蒙却不是这样 它们在发育的过程中 哪怕是雌性也会长出与雄性同样的生殖器 甚至还能够分泌出和雄性马导蒙相同的分泌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是因为马导蒙属于独具动物 所以在自然界中生存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 而雌性生物通常更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 因此为了能够让自己看上去强大一些 它们就不得不冒充雄性的身份 以此来下退试图进行攻击的敌人 既然如此马导蒙雌雄难辨 那么它们在交配时又该如此确认对方的性别呢 实际上 等到雌性马导蒙成年以后 它们就拥有了足够保护自己的实力 所以冒充雄性的特征也就会慢慢消退 等到正式进入发情期后 就能够很轻松地分辨出它们的性别了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马达加斯加岛上能够对马导蒙造成威胁的物种很少 但是它们的生存现状依旧令人担忧 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人们对森林的开发 以及对马导蒙的捕杀 因此到目前为止 马导蒙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兵威的标准 如果再不加以保护 那么它们很快就会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